九斤香菇能晒出来一斤香菇干,上次孙幸福去,正好碰上收到的是新鲜的香菇,一斤是两毛钱,如今香菇干一斤是一块八毛钱,一共是六十斤香菇干,总共是一百零八块钱。 沐秀在家都已经称好算好了,黄翠收好钱递给了沐秀,孙幸福因为不在村里,但上次离开后,没有多久沐秀家就失火了,所以他现在还不知道沐秀家发生的这些事,沐秀暂时也没有打算说出来。 眼下大家日子都不好过,何必说出来又让孙幸福破费?沐秀知道,自己说了,孙幸福肯定会有所表示的,所以沐秀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。 沐秀说,马上就要秋收了,我这恐怕连这几个月都不会来了,你如果香菇用完了,就去我家拿。 沐秀赚好钱,对孙幸福说道,好,不过水稻是十月底收割,这才八月底,怎么这么快就秋收了? 沐秀,孙幸福有些疑惑地问道,今年我家租了荒地,那荒地不好中水稻,就种了些别的,这不,马上花生和玉米,马上就熟了。 沐秀解释道,原来是这样,孙幸福恍然大悟,孙说,皇爷,我再去买点东西就回去了。 行,那你小心点,回头我去你家拿。 好,那我走了。 之前来县城,沐秀因为赶着去医院,来去匆匆的,后面盖房子,他也没有出出时间在县城逛逛,以前每隔一段时间,沐秀都会在县城四处逛逛,看看有没有新的事物出现,眼下难得得有时间,所以他就万无目的地看了起来。 这才几个月的时间,街道上已经淋漓竖起各种商店的招牌,这会儿都在陆陆续续地开门营业,大街上都是行色匆忙的工人和出来卖菜的大爷大娘。 人们的穿着也有了改变,之前满大街灰扑扑的衣服少多了。 年轻的女性穿着长裙,或者是当下流行的喇叭裤和蝙蝠衫。 男性也有不少穿着蝙蝠衫和喇叭裤的,烫了头发,看起来很是心肠。 街上零零散散,还有人骑着自行车,叮铃铃的铃声,引得周边无数羡慕的目光。 眼下已经80年了,自行车虽然稀罕,但是却不像70年代时那么的罕见了。 穆秀这次没有赶牛车来,就是打算把自行车光明正大的骑回来。 他向城外走去,准备找个僻静的地方把自行车拿出来。 诶?穆秀忽然停住了脚步,这个位置已经是在县城的边缘,只是这会儿竟然正在开挖地基。 这是要盖房子吗?现在城里不是不能私人建房吗? 穆秀虽说曾经也学过历史,可是对于近代史,特别是7080年代的事情,只是知道大概方向,具体到哪一年,他可真的是不知道。 穆秀忍不住好奇,走上前去,像正在地基旁边坐着的一位大爷问道。 大爷,这是在盖房子吗? 是啊。 大爷爽快地回答道,现在城里能新盖房子了? 穆秀继续问道,我这是给冬家帮忙的,冬家说让干什么,我们就干什么,别的也都不懂,反正冬家给工钱就行。 穆秀心中一动,好像房地产也就这几年开始了。 既然能买地盖房了,可是也没有建有几家盖清房呀。 穆秀自言自语道,照我说呀,单位或者工厂都免费分房呢,自己有什么好盖的? 又花钱又麻烦,没准过几天又被没收了,白辛苦一场,谁这么有钱烧得慌。 老大爷听到了穆秀的嘀咕,他想了想说道,谢谢大爷了。 穆秀道完歇,忽然想到上次来,陆元说过八月底实习结束就要回去了,算了算日子,应该也就是这几天了。 想到在医院里,陆元对家里的照顾,他想了想,拿出空间里之前做多的鸡蛋糕,就朝着医院去了。 陆元这些天一直都有些郁郁寡欢。 从穆秀离开后,他就一直心里空空的。 眼见着实习的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,他就想着离开前再去找一次穆秀,没想到穆秀就来了。 小路医生,有人找你。 陆元正在病房里为一个骨折病人做处理,就听到护士找过来。 啊! 陆元应了一声后,把伤口处理好后,这才走出病房。 一出病房,他看到穆秀站在门口等他,立刻就心剧烈地跳动了起来,嘴角立刻浮现出一丝笑容。 怎么是你?让你久等了? 我……我…… 陆元说到这里,看了一眼病房里面。 没事,没等多久,我今天来县城买东西,顺便给你送点自家做的吃食,谢谢你对我爹的照顾。 沐秀把用牛皮纸包好的鸡蛋糕递给了陆元。 陆元接过来后,手钻得紧紧的,好像生怕掉了似的。 我……后天就要回去了。 陆元有些闷闷地说道, 我想着也就是这几天,家里马上要求收,等你走的时候就不送了,你路上注意安全。 沐秀虽然知道陆元要走了,但是从他嘴里说出离开的话,他心里莫名地就有些难受。 你也报名读书吧。 陆元忽然说道,嗯,我是有这个打算,你有什么不懂的就写信给我,想要什么书就告诉我,我去给你找。 沐秀,你这么聪明,不读书可惜了,我希望你也能去首都读大学。 陆元看着沐秀,两眼炯炯有身。 会的,等家里的事情忙完,我也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 沐秀说完这个,突然指了纸鸡蛋糕,又对陆元说道, 这个你也给你的女朋友尝尝,女孩子喜欢吃甜食,他一定也会喜欢的。 你,你,女朋友? 陆元吃惊地瞪大了眼睛。 就是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医生,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有女朋友了, 等我到首都读大学时,没准还能喝一杯你们的喜酒呢。 沐秀说起喜酒时,心里好像被针刺了那么一下难受。 她不是我女朋友,你别瞎说。 陆元一听就知道是李陶,她脸立马就黑了起来。 别不好意思了。 沐秀听到陆元否认,还以为她害羞了。 变得 感谢观看